這是我剛剛在裡面所講的 因為我們的石化產業 包括了這些上中下游的產業 所以基本上 它的產值是4.4兆 我完全同意 為什麼經濟部會講說這個產業 因為我們全國的總產值34兆 裡面有4.4兆 來自於所謂的這個石化的上中下游的產業 這個都是足跡處的資料 但現在問題是 你產生了4.4兆的產值 你耗毀了我們多少國家的資源跟能源 以及耗毀了所謂的多少的外部成本 這個我們後面會報導 所以實際上它的GDP只有0.54兆 但全國的GDP只有3.97 就是不到4% 我想這個是說明的 那剛剛有講產值不等顧價價值 所以剛剛我們跟鄭老師有特別說明 其實經濟部或是其他的廠商 都故意會把他的產值來處理GDP 造成了所謂的2-30%的GDP的貢獻 這是不對的 所以產值跟戶價價值是不一樣的 那就業人數我們剛剛已經有講的 上游中游的只有4萬 即使包含了下游 那也才42萬的人口 那所以我們同意如果將來 假設高雄 我們希望不需要有石化業的話 那他的這一個大概有10幾萬的人口裡面的就業 所以我們怎麼解決 如果這個解決了 其實高雄或許就可以不用所謂的有10萬的人產業 那但是這些貢獻 我們要搞清楚 那GDP的定義 我想這個都知道 那基本上它就是所謂的 國內消費家 投資家 政府支出家 出口減進口 所以我們把出口減進口 就是我們的這一個部分裡面 可是 現在問題來了 那個假設GDP有4% 那誰拿走啊 然後誰去承擔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風險 那我想這是一個問題 更重要的是 其實現在所有的經濟發展裡面 我們一直在講效率嘛 所以我們要問的一個叫做所謂生產GDP的效率 我們要問 你只有0.59兆 0.54兆的GDP 在4%裡面 你每一元的GDP所投入的資源 就我們剛剛講的能源在全國大概 至少 兩成七兩成八 水資源也是28% 還有你的人力 每一塊資源裡面 你所所產生的GDP的投入資源 相對我們隨便找個 我們的農業好了 我們的農業裡面 我們的GDP只有1.86% 可是我們農業每產生一塊GDP 我們不只是我們的資源使用的比 所謂的 那個食花業少 我們每一塊GDP的外部成本 我們不是不是外部成本啦 我們的外部效益 農業產值一年4800億 它一年創造的生態環境 文化糧食安全的貢獻 超過一兆 那你為什麼要發展食物 也為什麼不發展我們的農業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認為你在講GDP的時候 你要告訴我們 那你賺了一塊錢的GDP 你付出的代價多少 或是你所使用的資源多少 這個是政府要拿出來的 我不是只看所謂的這個一個比 百分比 那還有一個所謂的 他不斷強調的產業關聯 他說他有高度的產業關聯 所以我想家養應該很記得 他最近又把那一支破雲傘拿出來說 沒有那個石化驗 只剩骨架 那個傘就不成傘了 他說因為有很嚴重的高度的產業關聯 因為石環有所謂的向前關聯 也不是化學器材 石油就是一個它的原料 還有向後的關聯 因為生產完就要給電子產品 化學產品 甚至珍珠奶茶的塑膠杯使用 也是它的向後關聯 現在問題是 你要有產業關聯效果的前提是什麼 他生產的產品留在國內 你才有產業關聯 你留在國外 怎麼會帶動產業關聯 所以我們剛剛就講 你的產品大部分都是外銷 所以這時候 你如果產品是外銷的時候 你可以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需要這麼大規模的石化產業嗎 乙溪400萬噸裡面 如果你擴掉了這個七成的外銷 搞不好我們只要100萬噸的乙溪就好了 所以我們不只是所謂的 高雄的石化業要關掉 甚至未來石化產業裡面 如果可以把乙溪的所謂的 400萬噸的量修正成100萬噸 或許就更合適 本來我們的國家的喪惡產業政策裡面 比如說乙溪的需求 讓我們現在400萬噸有沒有 他請了某些的經濟學家 預估說未來 考慮全球的經濟發展 我們的乙溪可能要至少 580或者是730幾萬公噸 也就是400萬公噸的 六輕台數所生產還不夠 未來還要再生產到這樣 他為什麼要這樣估計 他就是用錯誤的一個公式 這公式叫做什麼呢 叫做所謂的 這是他預估的 這個乙溪的這個需求量 就由400多變580或者是735 他為什麼要預估這個 他說我們的自舉率不夠 他為什麼用自舉率不夠 自舉率本來名義上就是 你國內的需求裡面的國內生產 可是他很邪惡的 他把國外的需求 放在我們的婚姆當總需求 所以當全球不斷的經濟生產 你需要這些實化產品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不斷的生產 乙溪以及乙溪的中油產品 所以我們的自舉率會永遠不夠啊 所以你看這是3000、4000、5000跟6000的 乙溪的總產 那總需求 那預估427、466、750 為什麼會這樣預估 因為認為經濟成長 所以我們就不斷的 開玩笑 那不是只有到345、6000 7000沒了、8000沒了 搞不好就套到9000、10000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用錯誤的乙溪自舉率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跟他更正說 你要用正確的乙溪自舉率 所以正確的就是你的婚姆 假設用國內需求 扣除了所謂的外銷的話 其實我們的自舉率是300多啊 那就表示太多啦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可能是大家要思考 因為現在的實化上位產業政策 已經被修正成 穩定成長 也就是乙溪大概就維持400萬公噸 假設今天高雄沒有實化專區 中油的100萬公噸就不見了 那要給台數碼